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对教程的思路进行了一些适当的调整 那么今天我们来继续学习Solidworks的内容 在上一期的最后我介绍了最基本的拉伸和旋转的操作 那么本期我们将在上一期的基础上对拉伸和旋转进行更为全面的讲解 同时给出4G车中轮毂的一个制作过程 那么在拉伸特征中主要包括了拉伸突台和拉伸切除两种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拉伸突台的应用 在这里我会介绍的比较详细 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带大家了解一下 如何通过对各个选项的选择 从而实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 Solidworks的开发者们在交互界面上做的其实特别友善 基本上只要你没有阅读识别障碍 然后鼠标会啪啪啪乱点 试一试总是能够出效果的 好那么大家呢现在可以看到啊 在这样的一个操作界面中存在有这个曲面1曲面2 以及包含有一个曲形和一个圆的草图1 以及包含有一条斜线的草图2 那么我们将通过对草图1的变换呢 来向大家说明不同的拉伸突台的操作 那么这里呢我们选中草图1 并且点击拉伸突台机体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位于左侧的啊 这个突台拉伸的这样一个属性管理器就被激活了 里面包含有五个选项 分别是从然后方向一方向二薄壁特征以及所选轮廓 这个从呢就指的是你从哪里开始拉伸的意思 点击这样的一个小箭头呢 下面又分成了草图基准面 曲面面基准面顶点等聚者四项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啊 首先呢从草图基准面 这个顾名思义就是指以草图在绘制的时候 所选定的基准面作为基础开始拉伸 比如说对于这个草图草图1 我们选择呢从草图基准面出发 然后方向呢我们给它一个20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形成了一个十分规矩的一个长方体和一个圆柱 对吧 而如果这个从曲面面基准面开始拉伸呢 就是指以我们所选定的这些实体作为基础 作为我们拉伸的基础 这里呢我们把刚才的这个突台特征 我们重新编辑一下点击从曲面面基准面 然后选择其中的一个曲面 然后给定深度呢还是20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生成了的这个实体呢 是一个从这个曲面啊向上的一个比较什么实体 它呢就有点像是趴在了这个曲面上一样 这种拉伸方式呢说实话我用的不是很多 但是呢在旋风冲锋的车身塑形中呢 确实有一些地方要用到 虽然呢不太常用 但是呢用好了这个效果真的非常好 事半功倍 好的下一个 我们点这个从顶点 顶点呢顾名思义就是说 你可以选择你所能看到的任意的顶点 然后进行拉伸 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点 它就相当于是从这个这个的水平为止上走 然后或者我们点这个点 点这个点都是可以的 最后一个等距 等距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指令 它是指呢从当前草图基准面 等距的基准面上开始拉伸 也就是说可以和草图基准面相隔一定的距离 比如说我们往上飘 我们可以通过手动来输入这个相隔距离的大小 这个指令呢特别好用 在某些时候呢 我们其实懒得专门呢 去为了一个简单的实体特征 再新建一个基准面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等距 来实现我们想要的目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向一的选项卡 这个方向一的选项卡呢 往下拉里面有六个选项 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应该一看就能懂 给定深度呢 就是说你想拉多少就来着 比如说我拉20我拉30我拉40都可以 成型到一点呢 其实和刚才的从顶点开始拉伸是比较对应的 它指的是成型到 就是到这个点就为止了 然后成型到一面和刚才的从曲面面 基准面开始拉伸是比较类似的 然后到离指定面指定的距离 又和刚才的从等距开始拉伸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成型到实体呢 就是指拉伸到所选择的某个实体 或者曲面实体 比如说这里 然后两侧对称呢 就是只从我们选定的这个面的两侧 对称的生成我们想要的部分 OK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蓝色的箭头啊 我们把它放 鼠标放在这里 它会提示我们这个是拉伸方向 那么在Solidworks中呢 默认的拉伸方向是沿着草图基准面的方向 草图基准面的法向的 所以呢 没有特殊要求 我们一般是不会去管它的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 比如说这里的这个草图2中的 这样一条斜线 稍等 这样一条斜线 我们就会看到 它是沿着这个斜线的方向 即使能拉伸 虽然说了这么多呢 但是其实呢 在大家平常的应用中呢 这种从草图基准面开始 然后给定深度 默认法向是最最常用的组合了 不过呢 能够让大家更深入的了解一下呢 所以我们这里选择做一些别的 比如说我们从曲面面 基准面开始 然后成型到一面 我们就会看到 它可以生成这种夹在两个曲面中的拉伸图台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改变它的方向 比如说这种斜向 斜向 但是这个斜向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 这里要给大家说一下 这种拉伸成型到一面啊 就是要保证 我们拉伸出来的部分 一定不能超出它的边缘 如果超出了的话 这个实体是没有办法生成的 那么关于突台拉伸中的 方向2这样一个选项 它其实是和方向1基本是一样的 只是多了另外一个方向罢了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方向2勾上 那么它就会在这个草子基准面的下方 再生成一个突台的预览 关于这个缩选轮廓 有必要和大家说一下 这个缩选轮廓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只让这个草策的某一个部分 生成特征 而不是全部 比如说这里我们取消选择草图1 只选择草图1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矩形 那么 它在生成预览的时候就会 大家可以看到只有长方体被生成了 而圆则没有被生成 那么如果我们 换一种生成方法 我们选右边的圆 那么左边的这个长方体 它就没有办法被生成 所以这样的话 大家是可以根据 自己的实际需要 进行选择 而关于薄碧特征 说实话 这条指令我用的并不是 很多 因为一般来说 要生成薄碧特征的地方 通常是可以在草图绘律中 直接实现的 所谓的薄碧呢 就是在原有的轮廓外面 生成一个相应厚度的 碧面 那么这里呢 它默认是10毫米 大家就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这个矩形 和圆的外侧 生成了一个厚度为10的B面 当然这里还可以选择 它的这个生成方法 单向 双向 和两侧对称 这里还包括一个顶端加盖 所以顶端加盖呢 就是在它的这个顶部 再加一个厚度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选择顶端加盖的话 整个这样的一个空间 就变成了中空了 就里面会变成一个中空的零件 好 那么关于这个 拉伸凸台的部分 我觉得我已经说的 比较详细了 有的指令常用 然后有的指令不怎么常用 大家下去呢 可以自己动手多试一试 用的多了 大概就知道 哪个好用 哪个不好用了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下拉伸切除 其实在拉伸凸台讲得很详细之后呢 拉伸切除 应该没有什么好讲的 因为呢 两者基本上一模一样 我们来看看 首先我们点拉伸切除 选择现在已经绘制好的 这样一个草图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的选项组 依然是从方向一 方向二 薄壁特征 已经所选了轮廓 从选项卡这里面 还是这四项 然后呢 方向 方向一这里面 这里多了 完全贯穿的 这样一个选项 但是它也不难理解 所以完全贯穿嘛 就是 这个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所到之处呢 是片甲附流 所以完全贯穿之后 它就会 从上到下 直接打穿 那么 这个方向二选项组 和所选轮廓的选项组呢 其实也都和拉伸突台的部分 是一模一样的 这里唯一要提的是两点 一个呢 是反侧切除 这个反侧切除指的是 移除轮廓以外的所有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我没有点反侧切除的时候啊 它的预览生成是这样的 然后整个向下的部分都被切掉了 当我点击反侧切除以后 它的这里的箭头是朝外的 那也就意思是说 把这个轮廓之外的部分全部删掉 我们生成一下看看 这里就只剩下来了轮廓内的部分 然后呢 就是特征范围 所谓的特征范围呢 就是指我们要具体去切除哪个部分的实体 我们可以选择啊 切除所有的实体 然后也可以选择 就是只切我们想要切除的实体 比如说这个实体 或者呢 切除这个实体 那么它就 这是反侧切除的 或者呢 是这个实体 好 那么至此呢 拉伸部分就结束了 花的时间呢 有点多 因为这个内容啊 确实是比较基础 所以 现在多花点时间吧 之后的话就好讲了 当然呢 你们也会在后面的其他特征中啊 经常见到这些选项组里面的内容 那么 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翻篇 换旋转特征了 那么旋转特征呢 它是指 通过绕中心线 旋转一个或者多个轮廓 来添加或者移出材料 可以生成突台 可以旋转切除 或者旋转一个曲面 那么这里呢 我们以之前画好的这个 思雨车的前轮轮胎作为 我们的这个例子 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旋转 突台的内容 那么 嗯 这里我们把 其他的部分都补看 我们 直接编辑特征 我们可以看到啊 和这个 拉伸突台相比啊 这个旋转突台这里 多了一个旋转轴的选项 那么 对于旋转所围绕的轴呢 Soulilworks里面 可以允许是中心线 或者是直线 或者是某个边的边线 而在这个 具体的旋转类型啊 它也和这个拉伸突台 比较像 嗯 存在着以下几个选项 那么其实呢 根据我个人的使用情况来看呢 旋转成型的东西 一般呢 都是比较规矩的 所以说 如果要转啊 就是转这个默认的360度 嗯 或者呢 转180度 就是转一半 嗯 很少 或者呢 几乎没有 就是 有下面这种 花式的旋转啊 就是把它 转到某一个曲面上 或者一个实体上 嗯 很少 嗯 也可能我的经验不够丰富吧 反正我觉得啊 这种花式的旋转 都是在搞事情 嗯 那么这个是旋转突台的部分 当然了 还包括旋转的切除 那么这个旋转切除啊 它和旋转突台 基本上是一样的 它呢 也是要我们先绘制出一个 我们需要切除的轮廓 然后呢 让轮廓 沿着设定好的旋转轴 进行旋转 最终切掉我们想要切掉的部分 好了 终于呢 是普及完这节课 要讲给大家的基本操作了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进行一下 这个CG车前轮轮毂的 零件绘制 虽然呢 这是一个小零件 但是它却十分完美的 包含了这节课 所讲过的全部内容 嗯 其中包括了 拉伸突台 拉伸切除 旋转突台 旋转切除等等 以及下刺客 和下刺客的一部分内容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零件呢 我们会发现 它从整体上来看 是一个可以旋转成型的零件 然后从正面来看呢 这里要开六个 乘中心对称的孔 它当然 大家的表面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细节 而从背面看呢 还有三个乘中心对称的支撑 当然了 这些观察工作应该在零件会议之前 就已经完成了 因为对于简单的零件 或许呢 我们还可以不过脑子的 一上来就建模 但是对于特别复杂的零件 比如说 四驱车的车身 或是底盘 这种SSR等系 合理的选择建模策略 就十分重要了 另外在建模的时候呢 有的尺寸十分重要 要谨慎的给出树枝 有些呢 则相对随意一些 不用那么吹毛求刺 所谓重要的尺寸呢 是指那些和其他零件 存在相互关系的尺寸 因为它们间相互关系的好坏呢 会直接影响到零件间的装配 以及最后的成型 比如说这里 轮毂外缘的直径和高度 会直接影响到 它和轮胎的配合 是重要的尺寸 轮毂背面的这个六角形的孔 会直接影响到 它和六角轴的配合 也是重要尺寸 至于其他尺寸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呢 大概的直到范围 然后目测调整到 你觉得美观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里 这六个孔的样子 不过呢 作为这个严控啊 作为这个严控的天秤 我对美观有着特别的追求 所以一般来说 不会随便互免观众的 那么至此呢 本期的内容也就接近尾声了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 试着下去先 自己操作操作玩玩 然后在下一次的视频中呢 我将对扫描和放样 做一个比较充分的介绍 由于生成实体部分 是建模的基础啊 所以这些部分会讲的 有些长 也有些慢 但是呢 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耐心 到后面的这个实体附加特征 以及形变特征 就会讲得比较快了 好了 那么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或是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不妨分享或转发一下 如果不喜欢这期视频的话呢 或是对我有什么意见的话 不妨先试着喜欢喜欢 然后留言让我知道 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